掌声很响,我慢慢帮你们看图层啊 感恩,感恩大师大碑陆娟 我想帮我妈妈看她的身体部位 她是1975年属兔的 编上这个事情啦 我的二姐 你的二姐 我还以为你妈的这么年轻 你妈妈鸡几年属什么呢 1975年属兔的 1975年属兔的 看她什么 她的身体 颈椎不好 对对对 你要当心啊 你妈妈血管有堵塞啊 手经常发麻 对她有 忍得不得了 她有看医生,医生说她平血 关节也不好 对 肠胃开过道 这个不是很多 嗯 你去问你妈就可以了 对 左腹非常不好 经常会痛 对对对 我看见了 你妈妈身上有一个男的 个子不高 头小小的 嗯 我不知道是谁啊 就是一个灵性啊 嗯 可以 有两种可能啊 嗯 我看看啊 啊 你妈好像 钓过孩子啊 像个孩子 对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赶快叫她念经啊 那要做多少张小房子 七十八 要放生多少片鱼 放生多少 叫你妈 吃素啊 赶快啊 她吃全素了 现在是吧 对 你妈妈过去吃了很多鱼 过去最喜欢吃鱼 对 人倒挺好的 人倒挺好 良心也挺好的 受了一辈子苦 对 嗯 你还想问什么 我还想问一下我家的火台 你是家里的主人是谁啊 算你了 不是我是哥哥是 七几年属什么的 九五年属住的 家里的火台是吧 对 啊 进门的右手边 对 靠窗户这里 很好啊 弄到弄得慢干净的 对 但是睡房里面不干净 被子啊 什么都 沙发上堆着东西 对 鼓掌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你这样吧 那个 那个 佛台的对面啊 有一个房间 好像有点像卫生间 气场不是太干净 就是在他的 佛台面对的菩萨的后面 有一个房间不大干净 能不能贴个山水画 大幅的还是小幅的 小幅的就可以了 好的 好吗 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好好修心啊 小弟啊 好好努力 谢谢 谢谢 谢谢